一个忘不掉前妻的男人说,说实话,离婚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后悔。 法国著名作家莫洛亚说过,人间没有一样东西能在遗忘气质中存就的, 房屋被气质时会塌毁,不仅被气质时会腐朽, 友谊被气质时会淡薄,快乐被气质时会潇洒,爱情被气质时亦会溶解。 成几何时张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, 夫妻总会经历从热情四色到平淡甜静这样的一个过程, 而自己和妻子之间常年争吵,在记忆中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快乐的时刻了。 在他自己的心中,两夫妻间的感情早就已经破裂,婚姻早已名存失亡。 抱着这样一种心态,最后一次争吵时,张先生的妻子说了一句, 你既然觉得厌倦了,那就离婚吧。 他一气之下顺水推舟,答应了下来,于是两人隔天就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, 15年的朝夕相处,从此化为抛议。 刚离婚的时候,张先生觉得自己很轻松,终于没有人天天管着自己, 也没有人和自己吵架,让自己生气了。 可是单身生活久了,吃饭时一个人,看电视时一个人,睡觉也还是一个人。 他发现自己在这个房子里,哪里都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痕迹。 一个人吃饭的时候,会怀念曾经和妻子两个人的厨房一起做饭时的场景。 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,会怀念曾经和前妻一起边看电视,边讨论剧情的场景。 一个人睡觉的时候,会怀念那种两个人相拥而眠的温暖。 他甚至有些怀念两人争吵过后和好的那种感觉。 直到张先生才发现,尽管已经离婚了,但是他从来都没能忘记前妻。 他就好像是一种习惯,都成为了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没有了他的存在,好像人生都暗淡了其分。 张先生这样说道,说实话,离婚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后悔,原来我早就已经离不开他。 可是却再也找不回了,他已经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了。 这是他经历离婚的伤痛之后才明白的道理,可惜懂得太晚了一些,但他的经历也给其他男人提了个醒。 爱情是一件有腿的宝物,当你不懂得珍惜的时候,爱情就会大跨步地离开你,任你再追悔莫及也不会回头。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,直到失去爱情的时候,无论多么追悔莫及也无法挽回。 在爱情还在的时候,一定要珍惜身边的爱人,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。 婚姻是一场不能存档的游戏,不可能说我们今天感情破裂了,就能轻易回到美好的原点。 更不用说离婚了,一张简简单单的离婚证,就代表着你们再也回不去了。 婚姻这场游戏也就到此为止了。 婚姻从来都不是1加1等于2,而是0.5加0.5等于1,两个人因为相爱,所以愿意磨平各自的棱角,消去各自的缺点,包容对方信任对方,然后两个人扶持着度过一生。 爱情和婚姻都是需要认真经营和珍惜的,只有自己全身心的付出,去维护这一段爱情和婚姻,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。 婚姻 婚姻